看回报纸 僵尸不是 你不要伸出鬼谱的老笑哦 有吗 我可以变小 变大 你要干嘛 我发现你和我手下僵尸一样喜欢看报纸 啊僵尸也十字 肯定的 僵尸也读书 我可不信 你看这样 那是个意外 他真的十字很厉害呢 不行 你全上贴都没用 得让我检查 他在这 你得拼出来才能让他证明 有品级木呆码玩了 我不要 你不好奇 僵尸怎么看报的吗 确实 谁我问你想我想看 我反对 植物不喜欢僵尸 但是我们确实很好奇 你拼出他 万一吃植物怎么办 我并可以 但是你们不准吃植物 没问题 我答应你 闻到手手你放心好了 僵尸不是答应我们了 不行 我一定要阻止你 这次我看你怎么骗 植物大战僵尸进步马盒 先说看报纸 开箱 小困体积木 还发现贴纸 盒盒里面有绿色 黑色 白色各种积木 先说是看报纸 这是指护到在僵尸里面 哪个角色呢 你知道吗 僵尸博士说这是他手下 而且是个毒素人 这我就不太信了 僵尸竟然实质 小伙伴你们信吗 我看僵尸博士非常有自信 说这个是毒素人 等病好后我得考考他 这个是什么 粉色大裤衩 有僵尸这样穿的吗 这也太奇怪了吧 不过怎么看着有点野俗 好像在哪里见过 小伙伴你们在哪看过这个裤衩 这僵尸到底是谁啊 这也太难猜了吧 有没有熟悉植物大战僵尸的小伙伴 如果你先猜出来了 可不可以小小伤告诉我 黑色上衣 看着像西装 诶 该不会是橄榄球僵尸吧 不对 没有硅甲 那就是铁桶僵尸 也不对 他不穿裤衩 等等 线索是看报人 那就是拿着包纸的僵尸 穿着粉色的裤衩和西装 哦 我知道他是谁了 哈哈 看我们是不是都猜对了 他就是植物大战僵尸里面的 包纸僵尸 你猜对了吗 可乐哥哥你既然少积木都可以偏 等会我就看看你还能不能偏 现在把包纸僵尸的头部拼出来 你们知道吗 包纸僵尸也叫二爷 戴着黑红眼镜手拿包纸 走起路来一拳一拐的 你别看他平时不怎么样 但是你把他包纸摧毁了 他马上变成恐怖状态 快速从到你植物面前开始哽 非常厉害 积木创意搭建 如果你喜欢我拼的豹纸僵尸 可以跟我一起拼的 你喜欢植物大战僵尸里面哪个角色呢 比如植物的三线射手 鸡枪射手 大喷菇 魅祸菇 或者僵尸的铁通僵尸 路障僵尸 篮球僵尸 僵尸血缘都可以告诉我 我都会拼哦 现在把豹纸僵尸的手臂拼出来 对了 豹纸僵尸也有一个名字 就看豹僵尸 如果猜对这个也是正确哦 现在把他的豹纸拼出来 贴上表情贴纸 豹纸僵尸组装完成 竟然偏出来了 不可能啊 下面穿着皮鞋 中间穿着粉裤裳 正面穿着西装 站着西装的头发 还戴着眼镜 手里拿着包子 看着像毒素人 那当然 智商仅次于我 僵尸博士你好啊 你快证明给可乐哥哥看 你是十字的 说人话这是几 二 决定动以自己会这是几 一 不可能啊怎么回事 你快证明给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